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也临时当起了护士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周四再次对加强剂表态 称可能每个人在未来某个时候都需要接种 包括辉瑞和莫德纳在内的新冠疫苗制造商多次表示 每个人最终都将需要接种加强剂 可能每年都需要这样做 就像季节性的流感一样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疫苗顾问 将于周五讨论新冠疫苗加强剂事宜 并就是否推荐进行投票 加州中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出 40岁男子科尔曼受到极右翼阴谋论匿名者Q影响 将3岁和10个月大的儿女带到墨西哥杀害 以免他们长大之后变成怪物 检察官以境外谋杀美国公民罪起诉 法官裁定受押期间不得交保 40岁的科尔曼周二从墨西哥试图入境美国时 遭到逮捕 他向调查人员坦诚自己杀死儿女 并把尸体藏在墨西哥罗萨里托附近的牧场 科尔曼表示 自己受到匿名者Q和光明慧的阴谋论的启发 看见异象 得知妻子体内有蛇的DNA 并遗传给了孩子 孩子长大之后会变成怪物 所以不得不把两个孩子杀掉以拯救世界 墨西哥当局表示 他们有影像画面显示 科尔曼带着孩子在上周六 入住罗萨里托饭店 并在周一凌晨离开 随后 科尔曼在当天上午独自返回饭店退房 两名孩子的尸体在牧场被工人发现 调查显示 3岁男童被刺12下 10个月大的女婴则被刺17下 科尔曼昨天被联邦检察官 以境外谋杀美国公民罪名起诉 法院裁定收押期间不得交保 全美2020年人口普查报告今天出炉 并首度细分足以人口数据 分析人士指出 人口普查史上将首度出现白人人口下降 而前占美国总人口比例将首次降至60%以下 尤其是18岁以下人群 今天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将显示 过去五年中的所有人口增长都来自少数族裔 在过去四年中 年度人口普查显示 白人总人口减少了超过100万人 这足以抵消2010年至2016年间的人口增长 而美国人口增长主要由西语义和亚裔推动 西语义人口在过去十年中 有八年每年增长超过100万 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 总共增加了1050万 亚裔人口在过去十年中 有七年每年增长超过50万 在过去十年中总共增长了470万 这次普查还显示 美国南方和西方各州人口增加的幅度较大 而北部各州初选人口大幅减少 而人口的改变也导致了 美国众议院代表人数的改变 纽约州的众议院议席将从现在的29席 减少为26席 加州从53席减少为52席 德州 佛州和蒙大拿州等州的议席都将增加 其中德州增加两席 佛州和蒙大拿州各增加议席 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 当地时间8月12日发布声明称 黑海地区的洪水已经导致11人遇难 当地时间10日夜间 强降雨导致土耳其黑海地区多个省份 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 多地道路坍塌 桥梁被毁 大量机动车被洪水冲走 树洞建筑物受损严重 洪水还淹没了农田 使多个村庄被困 截至目前 巴顿省约有300人被疏散 一名80岁以上老人失踪 卡斯塔莫努省成功撤离了210人 而西诺普省的灾情也比较严重 唯一一家公立医院被洪水淹没 迫使大批病人紧急撤离 此外 洪水还导致这三个省的271个村庄停电 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称 救援队正在努力修复 因洪水和山体滑坡 而塌陷的道路与桥梁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交通 另据气象部门预测 持续两天的暴雨 有望在当地时间12日夜间停止 除洪水之外 土耳其西南部的山火仍然未救息 在消防员铺救下 穆拉省的山火受控 当地自上月尾至今 有超过200处山火 最少8人死亡 几千人疏散 感谢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更多新闻资讯 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